日本最新地标东京晴空塔是世界第二高塔 去年5月份才正式开幕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吸引了500万人次参观 看好台湾的观光市场 晴空塔的社长李牧道明特地来到台湾做宣传 还将2013年定为台日友好观光年 想要远眺东京美景 东京晴空塔绝对是必去的景点 随着电梯楼层不断往上升 高634公尺的晴空塔是世界第二高塔 去年5月份开幕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吸引500万旅客到访 晴空塔的社长亲自来到台湾 还将2013定为台日友好观光年 相当看好台湾的观光市场 因为台湾可是赴日旅游的No.1 高350公尺的料望台 整个东京进收盐底还可以看见富士山 甚至远到横宾一带 晴空塔旁边还有购物商城可以全去shopping 从日本到台湾发展的艺人蚂蚁大力推荐 那边是前朝那边 所以很多日本传统的东西都有 所以吃的还有看的还有买的都有很好玩 回到东京的时候就看得到晴空塔 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就看得到101 晴空塔以及101的吉祥物 两具玩偶相见欢 还会互送礼物 象征台日的友好关系 下一步还准备邀请60家台湾旅行社 进行大规模宣传 要吸引更多台湾旅客 亦有晴空塔 新唐阳台电视全灰模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